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紫月 殿下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殿下好不容易来一趟 不跟承恩多待一会儿吗 你病体出狱 要好好歇息 殿下 殿下 你没事吧 你看 我写的 你帮我拿着 来 紫月 快让我看看 殿下 殿下 您怎么了 是 殿下 我没事 想起来 我还有些工事要处理 改日再来看你 殿下是不是信仪仁大人 若殿下 若殿下觉得 有负于任大人 将来 可以赢他 入太子府 你想多了 是 是 任安乐乃当朝重臣 国之铸石 我不会将他引入太子府 我来自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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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自然之后 你不能够 我来自然之后 我来自然之后 我去世 我来自然之后 殿下 你可相信 十年改变的 不只是一个人的脾性 甚至连身上的伤疤 都等然无存 属下只知道 世事无常 人心莫测 你立刻派人去调查 代山上这十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 早上才见过 现在又把我叫过来 你还愿发记挂我了 找你过来 是有重要的事 我知道 帝承恩的事 可是沐清传了什么消息 帝承恩在海业面前露出了破绽 你还记得当年 你在归恩阁提子时 发生了何事 我七岁那年 在归原阁提子 不小心从书房上面摔了下来 当时在肩膀处受了不轻的伤 虽是请了宫中最好的寓衣 但还是留下一道半寸的吧 韩中原狠狠地训斥了韩业 为此韩业还在侯府照顾了我整整十天 如此说来 应该是韩业发现了帝承恩身上没有知道吧 十年都过去了 再深的疤也会变淡 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太记得 没想到他还记得很清楚 就算他记得也无妨 你既已决定和他保持距离 只要不过分靠近 他断不会发现 不错 帝承恩那边也无需刻意弥补 现在让他多一道疤 也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引人注目罢了